小朋友们好,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机灵乘务车,聚位烦斗车玩哦。 哇哦,里面装着五只可爱的车车。 每一辆车车都有各自的特点哦。 大家快来看看吧。 小朋友们,认识他们吗?给小朋友们介绍介绍哦。 阿宝,小朋友们看阿宝,像什么动物呀? 我觉得它很像一只狗狗哦,好可爱呀。 车车上面勾自绳锁,把下面的锁解开哦。 车身旋转360度,用手按压它的舌头,看清楚哦。 车身又翻转了360度,又翻转过来了。 再一次,好有趣呀。 那它呢,它叫妙妙,看它是什么动物呀。 哦哦,我觉得它十分像一只猫咪哦。 小朋友们家里有没有猫咪呢? 上面有一面小旗子,绳锁可以自动混缩。 好酷啊。 它呢,叫卡卡。 像什么动物呢? 嗯,我觉得像一只小猪,胖乎乎乎的。 我们把货物放进车厢,哎呀,开关,哇,就可以被弹射出去了。 它叫喷喷,是一辆喷水车。 它像什么动物呀? 像不像一只大象啊? 哇,这是它长长的鼻子。 大象的鼻子就会喷水哦。 梯子能活动。 这是开关。 这辆喷喷呢,哇,它太像一只青蛙了,好可爱呀。 我们把下面的底板扣住。 现在底板已经被扣住了。 车车往前行驶的时候,它会自动腾空跳跃哦。 接下来,我们一亮一亮的给小朋友们展示哦。 这是阿宝。 往前推动它。 哇,翻了一个跟头。 舌头碰到炸物,就会翻跟头哦。 然后,妙妙,拉长它的钩子。 锁定目标。 勾住货物。 哇,自动回缩了。 然后,卡卡。 把货物装进车厢。 发射。 噴水车厢。 噴水车,噴噴。 把它的梯子转到旁边,打开水箱,把水浸到里面。 里面的水已经追好了。 按开关,淋巴就是喷水开关。 按这个按钮。 看到了吗? 水,水喷出来了。 水喷出来了。 然后,是跳跳。 把他跳跳的底板扣住。 哇,他跳跃了。 好了,小朋友们,反倒车,就跟小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啦。 下期再见。 拜拜。 拜拜。